植物王国里有片禁区 王国里的人都不敢进去 因为传说很久以前 有个王陵被宁王法石封印在一个坚果里 而那个封印王陵的坚果就在这片禁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王陵的怨气也在不断的增强 这天 小鬼和他的植物朋友们 在外面玩耍 突然一个好朋友提议大家一起玩桌迷藏 输的人要玩真心话大冒险 你们快点藏起来 等会我来找你们了 听到这话 于是大家纷纷找地方藏了起来 小鬼你这可以葬两个吗 小鬼你换一个地方吧 我这挤不下了 小鬼因为找地方躲藏 不小心走到了禁区门口 正当他考虑要不要藏里面的时候 就听见伙伴的声音 我来找你们了 小鬼来不及多想 直接走进了禁区 这里阴森森的气氛 让小鬼感到害怕 为了不被伙伴抓到 硬着头皮走到进去深处 这里这么恐怖 他们应该不敢进来吧 都会结束的 我要好好嘲讽一下他们 说完 小鬼再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坚果 就当小鬼还在观察着坚果的时候 突然一道白光飞进小鬼身体里面 这时的小鬼被王灵给附身了 引发出邪恶的笑声 王灵积累的怨气 使天都变暗了 雷电加拿着暴雨 这时的国王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 联盟派出护卫队前去禁区查看情况 护卫队来到禁区 发现禁区被破坏 正当他们要回去汇报的时候 王灵冲了出来 将护卫队给干掉了 另一边 国王见护卫队这么久还没回来 于是亲自出征 说罢国王找到了王灵 再毁掉了